玉池李去了淑妃那儿,将符纸交给了高兰纯,夫君,这是…… 是希儿送给你的,夫君看起来,似乎很喜欢小公主了,连称呼都改变了,看来我要好好再准备一份礼物,等下次与小公主见面,送给她。 玉池西跑到梁妃娘娘的寝宫,阿姨,小八回来了吗? 骑便小公主,八皇子殿下还未回来呢,梁妃娘娘去月华宫了。 是啊,那我也回去了。 灯瓦儿等她走远了,这才转身进去,看向在房间里戳戳戳的玉池风。 八皇子殿下,您真的不见小公主吗? 我要给妹妹一个惊喜,现在不能让妹妹看到了。 哎呀,姐姐你看看,这段写得可刺激了。 姐姐,你可以找陛下试试啊。 哦,对了姐姐,我可以来偷看吗? 我老是看着这书想象,还没看我现场版的呢。 姐姐与陛下这脸,肯定很赏心悦目。 妹妹,我就算了,我折腾不了,要不你去和陛下试试。 啊,别别别别,我这福气我可不敢要啊。 好姐姐,你就试试嘛。 真的写得很好看,姐姐脸红也好美啊。 咳咳,这是我这个宝宝该听的吗? 马爷,梁妃爱姨,没想到你私底下是个这样的人。 汐儿回来了,汐儿还听到了。 小公主,你回来了。 汐儿回来了。 梁妃爱姨,你方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,你别装了。 我已经知道你是那种看小嘿嘿书的人了。 别说你还真别说,我爹娘这脸嘿嘿嘿起来,肯定很唯美。 汐儿为何会知道这种书的存在? 是不是玉池断衣那个混账小子,将这些书乱放,让汐儿瞧见了? 好啊,等她回来,定要给她吃一顿辫子。 哟哟哟,这不是八皇子殿下吗? 听说你上次随堂考,又考了零分呀。 让我看呀,你不如不读了,反正你也学不进去。 一个皇子,考得还不如我们呢。 你们笑什么呀,考零分怎么了,我不是参与考试了吗? 那随堂考的时候,也没说必须考满分呀,你们考满分了吗? 再说了,我娘说了,就算是学业不好也没关系,我娘有的是赢钱,我将来就是什么都不做,也可以挥霍到牢。 所以你们这般努力读书,是因为你们的娘没有赢钱吗? 你们好惨哦。 不是,不应该是泥藏吗? 你堂堂一个皇子,竟还没有大臣这次考得好,你哪里来的脸?